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结束以后再次见到大家已经来到了10月8号了 再过一个礼拜就 再过两三天就进入10月中旬 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呢我相信今天大家都是很高兴 皆大欢喜 因为这个股市呢的反应 这个不出大家所料 这个今年放假呢 各地呢都很热闹 因为心情都很好嘛 A股涨了以后呢 大家的财富啊都增加了 出去玩呢对不对 就有了那个心情 所以万民哥呢 这个1号2号3号 也出去玩了三天两夜 我其实也没跑多远 就是到那个河北南边的那个邯郸 大家都知道邯郸是很有历史的这个城市 我们出去旅游呢就是喜欢到当地的人文历史 多看看 去了那个大明府 大明府知道吧 就是水浮传卢卢卢卢卢卢 那个出生的地方 那个叫做大明府 这个宋朝的时候呢它是宋代的北京 那宋代还有北京吗 有有有不是现在的北京 它的位置就在大明府 这个最盛的时候人口有100万 当然现在这个大明县是邯郸市底下的一个小县 万民哥去看了一下觉得不错 这个邯郸虽然是三线城市 环境卫生啊公共秩序都很好 我觉得至少比那个天津好 我说实在的 天津做那个直辖市 它有很多地方可以跟全国三四线城市 很多都做的比那个直辖市的天津做的还好 这个是天津人真的该打屁股加油的地方 那这个也可以反映出 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水平 老百姓对于生活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大家都鼓励那个文明社会嘛 所以这个文明社会不是一处可及的 但是是一天一天的 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 但你也不能说这个工作不做 这个有政府的这个督促奖励 或者呢这个政策的这个倾斜 把这个工作做好 这个做好也是提升GDP 还有人民生活水平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这个不是说关钱赚多了 钱赚多了以后呢 如果你的生活跟不上经济所得 表现得不够文明的话 其实这个社会经济成长的红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到这个三四线的城市看一看 其实万明哥觉得还挺不错的 大家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放长假都应该出去跑一跑 不管是远跟近 那今天这个行情呢对不对 大家当然这个今年放假的时候 大家一定心里头都觉得这个价怎么那么长啊 为什么不广快明天啊就收价 收价以后就可以去做股票了 对不对 这个很多人都是这么样想 但是没办法 但是这个想归想啊 事实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今天开盘了 对不对 果然气势如虹啊 那个有很多现象啊 万明哥觉得还没有结束 还有得瞧了 这个到底会涨多久呢 我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建议 你去看看这个A股啊 这个2006年到2007年那个高点啊 它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又是怎么掉下来的 那你再看看2014年2015年 它是怎么形成的 它又是怎么掉下来的啊 这个有政策 有国家的意识 有大环境 有这个 这个国际的这种金融形式啊 多去了解一下 你就不难判断出这一波 大概会涨多 会涨多少 但我觉得这个啊 现在还不过就是 刚离开起涨点 应该还有一大段了 这是我只能讲到这边了 不是分析师不能乱讲 只能跟大家做一些心得上的交换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信息呢 就是长假 其实你看今年出游的这个人数 其实大概就不难理解 这个经济真的好转的 我说实在的啊 经济好不好 对不对啊 什么外贸啦 这个内需啦 还有这个财政 政府的财政啊 这个三个 还有企业的这些投资啊 这几个因素啊 这个加起来的 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啊 其实是老百姓的信心啊 老百姓的情绪啊 老百姓对未来的期待啊 你如果大家觉得未来的收入增加 是可以被预期的 你心情就好 心情就好就敢花钱 就会形成良性的循环 这个花钱呢 不管是买房子 买奢侈品 出去旅游 上餐厅 这个 这个表现是方方面面的 但是都可以反映出 老百姓的好心情 我跟你讲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可能就只能在家里头 借酒浇愁啦 你心情好的时候 那花样就多了啊 那我们看看啊 今年这个 今天早上最新公布的啊 全国 全社会 跨区 人员流动 在十亿长假期间呢 这个国恩嘉庆的日子里头呢 对不对啊 流量 超过了二十亿人次 这个超过 放假前 这个 文化 旅游还有交通单位 他们预估的十九亿人次 这个超乎大家的预期啊 那 我们看看啊 这个国内的民间机构啊 他根据政府的统计啊 九月三十号到十月四号 前五天啊 全社会 这个流动的人数呢 达到十四亿啊 前五天就这样子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 总共 假期呢 如果从九月三十号开始算的话 是八天啊 前五天就十四亿啊 日均人流量 2.8亿次 叫2019年 20 二三年啊 分别成长了 19.25 和1.46 就比去年啊 增加了1.46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旁边啊 他们这个国内的 民间研究机构 他们所做的图啊 就是 跟2019年相比起来的话啊 不管是铁路 公路 还有呢 水路 还有航空啊 他增长的情况 蓝色的是跟去年相比 那红色的 淺蓝色的是跟2019年相比 为什么要跟2019年相比 因为2020年就爆发了新冠疫情嘛 这个旅游的影响受到打击非常大 那2023年就开始复苏 那今年如果再跟2019年比的话 那是大幅的这种超越 不管是铁路啊 公路啊 对不对啊 还是呢 这个 除了水路 水路可能比较少一点 那还是航空啊 对不对啊 增长的都非常非常的快 特别呢 特别呢 是什么呢 公路运输 增长了 跟这个2019年比起来 增长了29.5% 那如果呢 跟2023年这样比起来的话 公路是增长了16.1% 这个你就 不难理解啊 这个大家这个汽车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以后啊 这个有越来越多的人啊愿意自驾游 这个比较自由一点嘛 但是你就马上带来了这个堵车的问题 万民哥10月1号早上跟同事啊 搭同事的便车啊 我们同事啊要回3C啊 那从天津到3C啊 不管走哪条线 一定要经过邯郸 那我就跟他说我要搭邯郸去玩 就搭他的便车啊 这个400不到500公里啊 这个开了七八个小时啊 真的开了七八个小时啊 的确堵车啊 但是也不错啊 做做这个公路 我就其实目的就是看看啊 堵车是什么样的情形啊 还有呢经过各地啊 他所展现的这个风貌啊 那个特别是休息区我看了一下子 其实你看到现在那个 高速公路上的休息区啊 他的那个设备啊 其实都越来越完善啊 我再跟大家讲啊 我们总共经过了四五个休息区啊 最差劲的休息区啊 还是天津的休息区啊 这个天津一出去啊 往南边走啊 第一个休息区就是那个近海的休息区 往那个保定方向 第一个休息区啊 就是那个近海的休息区 哎 长死了 跟不上时代 哎 但是你出了天津以后啊 那进入河北省啊 他们那些的这个休息区啊 都很干净 都很有秩序 都很有规划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 真的 我自己在天津啊 我有的时候都不晓得该怎么讲 这个天津市政府啊 还有天津的人民啊 这是应该要有自觉 要有自觉 这个是开始之前啊 跟大家东拉西扯啊 所讲的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呢 这一段长假期间呢 全球最关注热议的 其实就是中国股市啊 那有人说说还会涨多久啊 外面各个认为对不对啊 还有得瞧咧 但是呢我们看看国外怎么报导的啊 彭博社啊 报导呢高盛 高盛说啊 这个受到政策的这种刺激呢 中国的股市呢 对不对啊 应该还可以再涨20% 他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呢 是10月6号 10月6号 那这是10月7号 昨天彭博社的报导 这个最新的报导 就还可以再涨20% 所以他是根据啊 上个礼拜五啊 这个A股以外 香港呢对不对啊 还有呢这个外环境啊对不对啊 他们呢对于A股的一些反应跟行情的表现 比如说新加坡啊这个 这个 富时这个A50啊 那他这个 10亿长假期间他没有休息啊 他每天都有交易啊 他就可以看出啊 中国的资产 人民币的资产 变化的情形啊 这是高盛啊最新的预估啊 我这个 当然每个人都有他们不同的看法啦 那大家不是觉得啊 这个A股啊在过去一个多礼拜啊 的这个交易期间的 大概10天的交易期间啊 这个涨得太凶了 这个有点不太正常 其实 其实外民各觉得很正常 这个有政策的因素 有整个全球啊 这个资金行情 资金板块的挪移 这个交叉在一起 再加上抑郁太久了 一次呢 对不对啊 把这个上涨的企图心啊 对不对啊 释放出来 所以短线啊 他一定啊 会蹦得比较急 蹦得比较快 这个很正常啊 没有什么不正常 但是呢 不可能天天这样子啊 天天这样子吃大力玩 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个可能未来两三天呢 对不对啊 就会有一些开始 做修正 然后一步一步的 对不对 再往上爬 绝对是这个样子 你看今天早上的行情 不就是这样子吗 一开盘 这个几乎党党都是涨停啊 这个不是千股涨停啊 有人是两千股涨停 三千股涨停 到了这个十点钟呢 就开始 向下修正了 大概应该是这样讲 十点钟开始 就慢慢向下修正了 到了这个十点半以后呢 又开始往上爬了 那今天就去看他 这个今年的这种下修啊 回调啊 是不是一天就可以消化得了 消化得了啊 不要看这几天啊 这个像台湾地区 他们也有一些证券公司 他们会发行啊 跟中国大陆联动的 这个ETF 也涨得很凶啊 十天之内涨了40% 也是吓死人的你知道吗 但是短线上是可以这样子 但不可能天天是这样子啊 我们再看看 这个桥水公司 Bridgewater的这个创办人 达利欧啊 他是long time 这个长期呢 看好中国的这个股市 他怎么说呢 他也发表了他的这个讲法啊 他说呢 北京啊 现在呢 是在做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呢 是在做 去 杠杆 还有呢 对不对啊 这个 还有呢 就是这个 经济 要能够正常化的这个 选择 因为 过去两年A股的这个 这个下行啊 很大的一部分 跟国家去杠杆去风险有关系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整个国际的金融环境啊 不允许啊 国家对于那个金融市场 做最大太大的刺激啊 为什么 美国升息嘛 美国升息的话 就会形成啊 这个国内的资金外流 那你要防止外流 那像欧洲的做法 欧洲央行的做法 他也跟着升息 加拿大也跟着升息 因为他们担心啊 美国一升息啊 如果他们不升息的话 利差扩大 钱都跑到美国去了 对不对 那不行啊 那除了那个日本 那例外 那日本后来也升息了嘛 那 那 那中国不能这样干啊 中国有中国的金融政策 有中国的金融形式 有中国的金融结构 不能这样干 为什么 我们一升息的话 那就会影响到 企业的投资啊 对不对 他的资金成本取得啊 对不对 就 成本就会增加了 所以不能升息 但你说用降息去刺激可以吗 也不行 也不行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的话 对不对 你放出再多的流动性 它都会跑到国外去 因为中美之间利差已经很大 你在降息的话 那利差更大 那跑到外面人更多啊 那会打击到信心啊 所以呢 只能怎么样 只能忍 只能忍 就是归习大法 这边窝着 忍耐一下子 凹凹凹凹凹到的 形势呢 出现了变化 这就是以不变 应万变 这也是一种政策 外面的环境变了 但我能够熬过这段时间的话 继续呢 对不对 修炼 这个 这个闭关 苦修 这就是过去啊 这个去杠杆的原因所在 大家 这个 羊妈呢 可以透过呢 银行体系呢 采取定向宽松 对于 有需要的实体经济呢 对不对 给它 这个较低的资金 跟这个资金成本 但是对于一般的这个 房地产啊 股市啊 那就会有一些影响 那当然呢 这个 你看到过很多视频就在分析啊 美国就希望透过升息呢 去打击 中国的房地产 那平衡起来 中国的房地产啊 本来就是风险最高的一块 不用你打 不用你打 我们呢 自己去风险 自己去风险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过去两年 下两年多下来啊 中国的房地产啊 对不对啊 这个平均呢 我觉得应该全国 大概跌了有三成 跑不掉了 那个 可能啊 上海北京没有跌那么多 但是你不要看啊 连深圳都跌得很惨啊 那二线城市三线城市 那跌得更凶啊 那你说这个好不好 这也没什么不好 你泡沫多了以后 本来就有几泡沫嘛 是不是 让这个交易呢 恢复正常的秩序 让什么呢 让市场的供需 价格机制呢 对不对 可以发挥正常的作用 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你过去跑得太凶了 对不对 当然也会影响到 这个老百姓 消费啊 投资的信心 那就反映在A股的这种地方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呢 美国已经开始做政策的调整了 全球的金融环境也开始改变了 是不是 那接下来 这个就像达里欧讲的 在这个敲敲板之间 走这个 走这个走在走钢索的时候 这个平衡感啊 要怎么去移动 再怎么去调整 在促进经济呢 还有呢 这个去风险之间呢 对不对 必须呢 做一些调整 必须做一些修正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那这个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国家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呢 透过呢 对不对 各种政策的刺激呢 对不对 能够呢 创造新的财富效益 能够激发呢 新的内部需求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 整个经济来讲 我觉得外贸不是问题啊 我们现在是外温内冷 还没有说外热 因为全球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啊 正在掀起这种 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风向 你这个贸易不可能 有着大幅的成长 那能维持这个温和的成长 那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所以是外温内冷 那现在怎么样呢 就把内需呢 给烧起来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个胖东来 于东来啊 他们搞的那一套 那个超市啊 对不对 很值得大家观察 因为为什么 中国的这个消费啊 由过去量的增加 对不对 现在变成什么 值得挺高 你一样可以创造新的内需 所以大家去看啊 胖东来的东西啊 卖的不见得便宜 但是人家愿意花钱啊 为什么 它的质量好嘛 你到他们去买东西啊 你不怕被骗嘛 你不怕买到假货嘛 你不怕买到瑕疵品嘛 你不怕买到过期商品嘛 是不是啊 这个也是呢 对不对 刺激或者促进呢 对不对 这个经济发展啊 一个很好的方法 然后呢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呢 你就必须呢 付出相应的代价 你付出以后呢 对不对 整体社会的 这种老百姓的收入啊 所得都会增加 那生活就可以改善 品质就可以这个增长 这个是相互的这种关系啊 你讲这个事情 万民各就讲了 真的 人有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命运啊 这个运气也是很重要啊 你看那个 名创优品 买下这个永辉以后啊 那个时候还有人讲说 哎呀 永辉的老板啊 还有那个京东的那个 我们那个老乡啊 叫什么名字啊 对不对 他这个 他们 哎呀 怎么一下子给忘记了啊 刘强东 对不对啊 哎 终于啊 对不对啊 脱手了 这个平均呢 每一股呢 是2.35块吧 我来看看 对不对 民创优品买下来以后 对不对啊 这一波股市大涨 包括消费股 对不对啊 全面的翻涨 对不对啊 还有呢 这个 胖东 帮东来这个 对于永辉的一些协助啊 一些这种改革啊 对不对啊 各种利多激励下来 你现在永辉的股价多少了 这个民创呢 对不对啊 也不过就是几天的功夫 对不对 他这个投资啊 就翻倍了 就翻倍 当时买的是五十几亿 现在至少吃一百多亿啊 是吧 所以他的运气就是好 就是好 所以有的时候呢 对不对啊 大家对于啊 这个财富这个事情啊 也不要太那个 觉得怎么搞的 我老是赚不到钱 没关系 做任何事情呢 你把它这个放平常心一点 把它当作是一种 这个修炼 是一种 这种修行 赚多赚少 不是一回事 能够在投资的过程中呢 对吧 得到精神上 还有这种心灵上的 这种升华 那也是一个 这个 那也是额外的收入啦 这是外民哥 跟大家讲的 那另外呢 国庆期间呢 对不对啊 还有一件大事 就中东开打了 10月1号我们开始放假 这伊朗呢 就开始呢 对以色列展开了报复 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新闻 这个两百多颗 两百颗左右的飞弹 有人说是一百八十颗 有人是说两百颗 不一定啊 我估计应该不到两百颗啦 那这个打击的效果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那个视频 那个弹如雨下 对不对 然后以色列的老百姓啊 士兵啊 对不对 这个趴在地上啊 吓得那个 涩涩发抖 这个 包括以色列的总理 对不对 挨了轰炸以后呢 出来开记者会 拿着这个稿 手都在抖 可见呢 这个 这也是以色列啊 这个建国以来 对不对 从来没有遭受到 就是自己的国土啊 没有遭受到 这么样严重打击的 这个情况 当然啦 那以色列也 这个 绝不散罢甘休啦 他也展开了报复啦 但是伊朗跟 以色列中间啊 这个 隔了 隔了好几个国家 隔了这个伊拉克 隔了这个约旦 隔了这个沙特 他不 然后就 再加上一千多公里的这种距离啊 所以你要去打 伊朗的话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估计他这两天就在想 美国人跟他讲说 不许去打伊朗的核设施 跟那个油田 那个能源设施 我跟大家保证 以色列 绝对会展开报复 而且 一定是打 伊朗的核设施跟油田 因为美国人啊 讲的那个就是屁话 美国人说不能够 伤疾无辜 不能够违反人道主义 那以色列就偏偏 给你违反人道主义 就偏偏呢 这个滥杀无辜 搞种族 这种屠杀跟灭绝 你越 国际社会 越要求他不能怎么样 他越要那样做 这就是现在 以色列人建的地方 这个 这个 压坝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出来 对不对 以色列也不客气啊 这个打不到伊朗没关系 但是 伊朗周边的 不是 以色列周边的 包括黎巴嫩 包括叙利亚 包括伊拉克 包括这个 这个 加萨走廊 这几年继续狂风烂炸 继续狂风烂炸 有看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很注意啊 就以色列的IDF 就是以色列国防部说啊 他们呢 对不对 对于呢 对不对 叙利亚的 拉卡吉亚 展开了大规模的轰炸 那为什么 拉卡吉亚这么重要呢 因为拉卡吉亚旁边呢 有几个俄罗斯的 空军基地跟海军基地 塔尔图斯 这个海军基地呢 跟这个 哈梅 哈梅 哈梅尼姆 这个空军基地 就在拉卡吉亚旁边 所以呢 以色列呢 对不对 去轰炸 这个 拉卡吉亚军 那个港口的时候 拉卡吉亚港的时候呢 俄罗斯也被迫 对于来袭的 以色列的飞弹呢 对不对 进行的拦截 对不对 这个反映出呢 这个这一次呢 俄罗斯呢 第一次 在叙利亚的上空呢 跟以色列对上 接下来会有什么发展呢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中东的战事啊 有升高的这种趋势 这个 几乎有人讲了 这已经是第六次中东战争了 而且这个以色列在遭受攻击以后 那地面部队啊 也开进了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啊 只是第一次开进 这个地面部队啊 进入黎巴嫩 境内的时候啊 这个遭受到严重的挫败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 以色列这个军队啊 海军不能打 陆军不能打 只能打空军 这个就跟美国一样 美国人打仗呢 就是空中优势 没有了空军以后啊 美国的陆军不能打 美国的海军也不能打 因为他打的方式很简单 看到敌人的时候 不管是多跟少 马上呢 对不对 用无线电 把这个战斗机啊 这个招过来 先进行一片轰炸 到底炸了谁不管 这就是美国人跟以色列人 特殊的战法 因为他们是科技发达的国家嘛 军事科技呢 比较发达 掌握了空中优势 那别人是没办法跟他玩谁一套的 那我们看看一 伊朗 伊朗也很特别啊 他也开始啊 从这个 组合 转向 主战 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啊 哈梅尼内伊啊 任命了 前总统内甲德 担任 伊朗的情报最高领导人 重新付出 干嘛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要 清除内部的 这些 这个闽南语叫 廖白亚 廖白亚就是这些奸细啊 就是 先要抓出啊 这些伊朗的 就是 我们 中国人如果说帮外国人啊 对吧 残害自己的同胞叫汉奸 那伊朗呢 也有一奸 就是要抓这种内奸 这个 就不难可以看出来啊 整个中东的形势 对不对啊 本来伊朗要求和的啊 对不对 但是你这以色列 对不对啊 这个不给面子 对不对 跟你求和你还 这个反手 对不对啊 这个来羞辱我 来打击我 那这没办法啦 逼得我不得不出手啦 那以色列的习惯 被打了以后 别说是这个生命财产受到影响 你碰它一根寒毛对不对 它都这个蜘蛛必较的 有仇必报 这个大概啊 这个十一长假期间啊 这几个是新闻重点啊 跟大家先问候一下子啊 这个犬龙你好 三字清清你好 工厂大家好啊 这个依音姐啊 还有金金啊 这个赵云啊 大家好啊 这个徐阿新 这个行情一出来以后啊 这个很久没出现的朋友啊 通通到平台来啊 关注了 这个很好 好现象啊 碧血剑 大家好 乾隆啊 这个自由女生啊 这个昆山的体修席 不错啊 对对对对 其实啊 我记得我二十多年前 刚开始 就是经常来大陆的时候 那个时候休息区啊 就比较落后一点 现在休息区都越来越好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台湾去看看 那个台湾地区啊 这个高速公路的休息区啊 那做的真的是不错啊 那休息区都把它经营成 这个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 购物广场 或者那个旅游景点 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可以看看 这个彼此的优点啊 这个彼此的优点啊 可以向大家 通过了啊 对中国科生呢 电动车科生 反补贴税啊 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啊 那这个投票结果是这样啊 五票反对 十票赞成 那另外十二票呢 弃全 所以赞成的呢 欧盟有二十七个国家 赞成的只有十个 所以这个 反补贴税啊 其实是代表啊 咱们国家跟欧盟之间啊 还会 就这个问题呢 展开各种协商 或者教计 这个 我相信啊 这个 反补贴税 应该维持不了多久 维持不了多久 维持不了多久 因为这个对于 欧洲的汽车厂来讲 没有任何好处啊 你怎么说呢 你对中国 关上了大门的同时啊 你对你自己走出去 到国际市场上 也关上了大门 你想想看你在国内 都打不过中国的汽车 都打不过中国的电动车 在国内你都打不过 那你到国际市场上 对不对 你更打不过呀 对不对 那个大众汽车 在德国卖的价格 理论上 应该比在非洲 比在这个东南亚 比在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 卖的更贵 对不对 那 中国的车到了欧洲呢 大众汽车 都比不过 所以呢 就给中国上套了一个帽子 说你是政府补贴 笑死人了 对不对 中国有没有补贴 大家心知肚明 而且即便中国有补贴的话 也是一视同仁 你是德国的车厂 你到中国来 生产车子 一样接受政府补贴 那这就是 国际贸易的这个 基本的精神嘛 国民待遇嘛 但是呢 欧洲人是怎么做吧 他补贴呢 只不补贴给本国的车厂 外国的车厂 不准补贴 所以你说欧洲没有补贴吗 欧洲补贴可凶了 农产品有补贴 汽车有补贴 航空器 飞机有补贴 他觉得这个产业 是他们国内的资助的产业 他通通都有补贴 对不对 自己有补贴 不讲 还要讲别人补贴 这个就是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呢 政府官方 是这个态度 民间呢 就不一样 我们看这个 这个斯特兰提斯克 汽车公司的CEO 咱们中文呢 翻叫做唐维什 唐维什 他说啊 这个你在这么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啊 这个欧洲汽车厂啊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Must be Chinese ourselves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我们自己也变成中国车厂 史特兰提斯这个总部呢 对不对 是在这个 这个意大利 在欧洲 那另外一部分在美国 我要跟你竞争 对不对 我就想办法 我也变成了 中国的这个汽车公司 怎么样 利用中国的这个供应链 利用中国的科技优势 这个 降低我的成本 增加我产品的品质跟竞争力 那这样我才可能 在全世界呢 跟比亚迪 跟这个 吉利 跟长安汽车 跟广汽埃安 去做 去做竞争嘛 对不对 他讲到这个话 是对的 这从业者的角度来看 他们就是这样做 所以为什么大众汽车 这个过去两年 对不对 把所有的投资 百分之六七十的增加投资 都放在中国 一部分放在美国 然后把德国的厂关掉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了 大众汽车现在也在那边想 我要把自己呢 变成中国的汽车公司 而不是德国的汽车公司 这个唐威时是讲出了欧洲汽车业者 他们的心声跟想法 但是日本车厂就不一样了 外民哥跟大家看 这是昨天 日经新闻 他做了一个报导 他说日本的调查以后 发觉 这个日本的汽车零组件业者 在中国的投资呢 衰退了百分之十六 那么呢 把他的重点呢 重新呢 放回欧洲 我跟大家讲啊 这条新闻啊 是日本经济新闻啊 在那边自我安慰啦 他这个新闻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个日本政府呢 对不对 调查了五千三百多家 这个在海外的跟汽车有关的日本企业 这五千三百多家呢 都是日方持股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汽车零组件商 所以他们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在大陆呢跟香港呢的投资呢 衰退了百分之十六 但是呢对不对 在欧洲的投资增加了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那你增加是一年呢 两年呢 还是持续性的增加呢 对不对 这个日本车厂认为啊 丰田日产本田啊 所有的日本日资车企啊 在中国投资啊 这个过去两年啊 都遭受严重的挫折了 这个整车厂如此 那进一步呢就影响到领主建厂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们只能呢对不对 这个另外呢寻求新的阵地 那到底呢是欧洲的车厂做得对 还是日本的车厂做得对 咱们就拭目以待 这个可以慢慢的去看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个欧洲的车厂啊 其实面对这个问题啊 它所采取的态度是迎战 迎战迎接的迎战 日本碰到这个问题呢叫避战 就躲开了啊 所以你们觉得碰到问题呢 我们应该疑难而上呢 还是呢这个左闪右躲 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新闻 这个跟半导体有关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EUV啊 光刻机啊非常重要 那现在呢就是高端的 都是这个荷兰的ASMO 大家都知道啊 那中国国内呢现在呢 也可以做光刻机了 大概是这个 这个65纳米以上的 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呢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新闻就是 中国的ASM11 这是外国的报导啊 德国媒体的报导啊 ASM11是什么呢 就是上海微电子集团 上海微电子装备 或者设备公司呢对不对 像什么呢 像德国呢对不对 提出了EUV的专利 中国又不会做EUV 怎么还有EUV的专利呢 这是玩什么戏法呀 说起来我也看不懂 当然呢这个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咱们国家的 这个不管是国家的科研单位 或者大专院校 或者工信部 这个大基金 还有呢这个设备商呢对不对 绝对有开始呢这个进行呢EUV光刻机的相关的研发跟开发 那只是不过呢 现在呢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但是呢还没办法总成为可以呢用于制造高端半导体的EUV光刻机 那没办法那我已经有专利了 有专利呢就赶快呢对不对 这个先战为营就提出了这个专利 那其实也等于预告大家 你现在封锁我 这个EUV都不卖给我 没关系 我早晚啊会搞出自己的EUV 我相信一定也是这样子 因为很简单嘛 只要看汽车 看大飞机 看中国其他的这种装备产业 什么盾购机啊 什么挖掘机啊 以前不都是进口的吗 对不对 现在都是自己来了 对不对 而且自己来了以后呢 做的便宜又好 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所以我觉得啊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啊 对于啊这个 美国要求啊 不要把EUV卖给这个中国啊 一直都很挣扎 因为他小时这么搞久了以后啊 自己啊对不对啊 在这方面的技术优势啊 一定会被中国赶上 然后又丢掉了市场 最后中国呢 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呢 还在这个国外市场呢 国际市场呢 对不对 变成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这个是产业趋势的死然啊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看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蛮有意思啊 就是呢 昨天呢有个新闻 就是北京呢 首次啊 这个发出了一张呢 这个经营许可 就是机器人呢 对不对好 可以上岗在餐厅干活 你知道现在开餐厅呢 餐厅的老板一定要有厨师证 对不对 你没有厨师证 你不能当餐厅的老板 所以每个人要去开餐厅啊 你说我请厨师不行不行 你是负责人 你一定要到那个厨师学校里头 去弄一张证照来 对不对 现在不用了 你如果有机器人的话 对不对好 一样可以开餐厅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影响大不大呢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 按照 这家 这个生产机器人公司啊 他这个机器人据说啊 有自主学习能力啊 他可以榨薯条 他也可以下面 但是呢 可不可以满足啊 现在所有厨师的功能啊 就不好说了 为什么呢 现在厨师可以跑东跑西啊 对不对 他可以到这个灶台去煮面 可以到这个灶台呢 去炒菜 对不对 可以到厨房后面呢 去烧饭 对不对 但是这个固定的机器人 他就没这个本事了 但是没关系 这是第一步 所以将来呢 对不对 干厨师啊 这个工作呢 对不对 可能呢对不对 面临的压力啊 会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大 那你说这个做菜的机器人啊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了 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万民哥讲的 他都是定位 他没办法移动 但我相信啊 对不对 这个大家如果到餐厅看那个 端菜的机器人也很多了 我看一下这个端菜的机器人 大多数帮服务员啊 扮演辅助的功能 就服务员不用自己端菜啦 机器人呢 会端菜过去 然后你服务员过去以后 把那个菜 从机器人的盘子 放在桌上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啊 那个端菜的机器人 他一定会自动放在你的桌子上 所以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来了 就国内炒菜的机器人也很多了 我们看看 接下来呢 会怎么发展 这个今天时间过得比较快 我们张老师呢 要记得跟大家分享这个下午的行情啊 外面就不占用时间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